山脚课呢 我们讲完了条件判断 那么这一小节呢 我们来看一下列表渲染 那么什么是列表渲染呢 列表渲染我们就是通过一个数组 来去渲染我们的列表 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呢 首先我们看这句话 通过一个数组 通过数组来渲染我们的列表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数组啊 那这些内容呢我们暂时先把它删掉 我们暂时用不到 这里呢我们也给它干掉 我们的open方法我们也要干掉 现在我们声明一个数组啊 我们叫arr 数组里呢我们有几个值 我们有一个uni app 然后我们有一个vale 还有一个呢html 我们有三个值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三个值呢 去渲染到我们的元素里面 像我们正常我们应该怎么去写这三个值呢 比如说我们同时要去渲染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呢 有三个值 我们可以这样写uni app 我们给它复制三份 这个叫vue 最后呢是html 这是我们的三个值 我们这样去写我们的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最后渲染出来呢 我们的内容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想一下 如果我们当前的里面的数据会有很多呢 成百上千条的数据 那么我们会这么写很多吗 肯定是不会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个数组 来去渲染我们的列表 我们使用一个v-for的一个指令 v-for呢 就跟我们GS中的复循环很类似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使用呢 我们v-for 等于什么呢 item印一个什么 印我们的数组 我们可以把后面两个删掉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item是个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的item呢 是我们数组被迭代的数组元素的别名 item是一个被迭代的数组元素的别名 那么我们这里啊 就可以把我们的内容改成 我们最后迭代出来的这个数组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终的一个渲染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渲染是成功的 这就是我们最基础的v-for的一个指令的用法 现在呢我们想知道我们当前啊 渲染的每一项的一个下标 就是我们这是第几项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uniab前面呢 打个序号是1 我们的ve前面呢2 html前面是3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我们当前的一个下标呢 也很简单 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不能这样写了 我们去写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呢 有一个元素item item不变 它是一个被迭代的数组别名吗 那么它的一个第二项 我们可以写个index 那么这个index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下标的一个别名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index下标别名 现在呢我们把我们的index去打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去打印我们的index 然后加上我们的item 中间再加一个孔格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渲染 正常的把我们的下标打印出来了 但是我们应该要知道 在gs里下标是从0开始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这里 让我们的index 加1 看一下就正常了 这就是我们正常一个获取下标的一个方式 那么如果说现在我不是一个数组呢 我是一个对象 我们能够打印出来吗 对象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把这里去改造一下 我们的arr呢 我们是一个对象 对象呢 首先我们有一个name name是什么呢 name比如说我们是 李明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年龄 edge edge呢是18 我们再给他一个状态type type是什么呢 我们写个it吃 让他吃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arr去做一个循环 在我们不去改的情况下 我们会渲染出什么内容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我们看到前面呢 是我们的一个k 后面跟着一个1 然后是我们的值 同样呢 k跟1跟一个1 是为啥呢 是因为我们拿到的item呢 是我们对象的一个k 那么index拿到的就是我们对象的一个值 这里呢 我们叫value 在后面呢 我们index加1 我们变成value 我们的value的值呢 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在这里去加1的时候啊 肯定是直接就加到一个字符串的1 所以我们把它删掉 现在呢 我们中间加一个冒号 我们保存 现在呢 就正常的把我们的一个对象打印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打印对象的一个方式 以上呢 就是我们vgon4这个指令 我们的列表循环 列表渲染的一个基础用法 之后呢 会有更多高级的用法 在我们的实战课中呢 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解 如何的去使用 谢谢大家